欢迎收看地球航金线 我是就以斯宗 以端午过后进入夏天 在这种高温炎热的天气 用车养车常见哪些问题呢 我们今天会好好的来聊一聊 那平常大家大热天一进到车内 在意什么 赶快要冷起来要凉爽 不要让我燥热 所以很多朋友在意的 不是只有双前座而已 我后座有没有出风口 这件事情也变得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网络上就有朋友在讨论 说设计有这么多种形式 有设在中央扶手后面 有在B柱上 有在车顶的后座出风口 哪一种设计最好呢 哪一种冷房效果会最直接最快呢 问问达人朋友们 他们自己有没有觉得 偏好哪一种 首先来看看 大哥你的选择是 中央扶手 第一个原因是 它距离冷气风箱 其实是最短距离 是结构面的问题 对因为它从我们中控台的冷气 吹出来到这个中央扶手 这个地方 它绝对比B柱或车顶要来的短 有些车顶的冷气 它事实上有的是送风机 它只是把 通常会箱形车比较多 把前面的冷气再往后面再带一些 它并不是真的有冷气管在里面 那你像B柱的 它有的是真的有冷气管在里面 那通常也都是比较好一点的车子才会有 但是毕竟它那个距离很长 所以你越拉越长 它的冷度就会衰退 所以我选中央扶手 是因为它距离最短 最直接 好 那格兰特 是 你选的是 B柱 B柱 对那我为什么选B柱 是因为我觉得B柱吹起来的风 比较靠近我们前座吹的风 就是吹身体 因为上面的风 像我的previa 它虽然说后面有这个冷排 就是蒸发器 它吹起来的风是独立的 可是吹头其实会不舒服 那在这个中央扶手的部分 它吹起来的冷度 比较冷没有错 就会比较冷 可是它就是比较容易吹到脸 那我觉得说在B柱的部分 吹出来的风 比较吹身体 就是吹起来的感受的部分 会比较舒服 就是体感 对 然后小七 你的选择一样是B柱 对我觉得看法一致 因为B柱它这个高度 是比较适合的 那我觉得在中央扶手的部分 因为我们平常试的车很多 中央扶手的部分 有分两种 像梅大哥讲的一样 有假的有真的 有真的通常是从前座的风箱 拉冷风过来 那个就有一点冷房效果 但是因为它位置低 所以你解热的效果 不是那样的明显 那另外还有假的 假的只是增加这个通风的效率而已 但现在假的比较少 那另外两种就是像B柱的话 B柱的话它比较接近人的身体 所以这个体感的温度 你会感觉比较有效降低 那头顶的话 我觉得吹了会头痛 虽然很多大部分箱形车 它这个车顶上的冷气 大部分都是真的有冷排在里面 但是那个吹出来我觉得很不舒服 就很多朋友反而会把它关掉 对 老爹 你选择后座出风口形式是椅背 对 对 通风坐椅 我想椅背是第四个选项吗 不是啊 你这个直接吹不是最舒服吗 对不对 那这是你 其实你吹人 其实当然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如果撇开椅背 其实我是选那个中央扶手那个位置 那B柱那个当然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中央扶手 因为现在我比较 因为我的那个呼吸系统 可能有遗传我爸 就是风如果直接对着我吹 我觉得会比较 我容易咳嗽 对 但是那个中央扶手那边 就我觉得吹 就是吹空间跟所谓的身体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选椅背 就是想要通风椅 对啊 就通风坐椅 就通风坐椅吹起来就很爽 而且也不会让我咳嗽 然后整个是背都凉的 然后臀部也凉的 超棒 但真的就是体感问题 像我自己 我真的很少用到通风椅 因为我就觉得直接这样冰冰的 对不对 但是中央扶手 B柱 两票对两票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 的确好像B柱 这个送风比较柔和 或者是贴近身体 你会比较快速的降温 因为真的就是夏天里面 大家最烦躁 最烦恼的问题 梅大哥 在这个时候 如果车主进到保养场 大多数的问题 有可能就扣在热 这件事上 因为夏天 那北部 其实我们在台湾北部的气候 冬天 夏天 比较分明一点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 北部这边 通常大概就是散热跟冷气 那这两件事情 通常都是保养场 在这段时间 比较密集会接触到的 尤其冬天的时候 有些人他甚至不用冷气 或者是他调冷气调的温度不对 有什么情况之下 很多朋友说 我要避免自己当冤大头 我在送检的过程 或是送维修过程里面 有哪些是我自己心里要 有个基础观念的 通常我们会这样看 就是第一个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温度设定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温度设定错了 你觉得你冷气不冷 那是你的使用方法的错误 你到保养场去 如果保养场有良心的话 他可能就是重新教你一遍 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说 你这就有问题了 怎么样 这个是每个保养场的做法不同 那你可以很简单地去测 就是说我的冷气到底够不够冷 大概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说 如果说我在大太阳下面吹冷气 瞬间吹 当然你要让他整个从风箱 开始热变冷到吹出来 他有一段时间是一定正常的 那你要试说我冷度够不够 很简单 比如说你就拿个矿泉水 把你的手弄湿 那你在开冷气之后 你就把手放在那个出风口的地方 对 摸在那里 那如果说他吹出来的那个冷度 会让你的手觉得刺刺冰冰的 那基本上你的冷度是OK 那有些人会说 奇怪很常会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的出风口左右 如果我的恒温是调一样的 那左边右边好像温度不太相同 有很多可能就是你的风箱有问题 不然就是冷媒不够 就是他里面可能他的冷媒量是不够的 因为风箱他在里面 冷媒在绕的时候 他还是有左右的分布 那你就变成一边是冷 一边不太冷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检查 OK 所以这个是可以靠你的手 上面沾点水 靠近出风口用体感来感受一下 你冷气 如果说你这样子摸 你都觉得说不会 他只是凉凉 那真的是你的冷度一定是不够 那你如果说进到保養厂 正常来讲是要在出风口 拿那个温度探棒 去看他到底最冷的时候是几度 那还有一些能够自我检测的方式吗 格兰特今天再帮大家来补一下学分 是 好不好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节目当中长期也会都涉略到这个话题 可是呢 很多车主朋友真的有罪了一步 是 就是我怎么又抓温度了 对 我冷气怎么又不冷了 然后才发现说是疏忽了哪些地方 尤其这时候如果车上又是满在家人 很容易吵架 这时候整个玩性都没有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梅大哥讲的 其实冷气不冷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在这边要举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 冷煤不够 那冷煤不够 通常你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 冷气系统冷气管路都是密封的情况下 它不至于会落冷煤 通常就是因为冷煤有泄漏 才会造成冷煤不够 冷煤会泄漏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外在 一个是内在 我们先来讲外在的部分 这个是冷 我们先来看人的散热问题 对 人的散热问题 这个是冷排 冷排它安装的位置 通常在车头的正前方 就是我们保杆蹲下来看 从那个气霸看进去 有这种类似像零片的 骑零片的 它就是冷排 那因为它装在车头前面 所以它很容易被FACE打穿 对 打到 那像这个地方 这比较黑 我们拿起来给摄影师朋友 你看过这两片 有 有 有 它就是落了 冷煤漏了 有可能是被打到的吗 对 大部分都是被打到的 它就会出现这个 这样子一个泄漏冷煤的情况 这是外在的 当然也有内在的原因 内在原因就是这个 这是这个叫做所谓的蒸发器 就是我们家用冷气机的 室内机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都会 夏天都会洗滤网 对 我们把它盖子打开 滤网拆下来之后 看到很多一样 类似这种铝合金的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那它安装的位置 在我们的这个副驾驶座 就是中控台下面 那大家会 这个东西其实它也会漏 你看这边漏了 这边也漏了 这边也漏了 对不对 对 那它 可是这个我没办法用肉眼看 对 它会闻得到味道 它那味道跟那个发霉 霉味不太 它有点像是 化学药剂的味道 你是说如果我吹冷气的时候 有闻到一种化学药剂的味道 可能就是它 就是它 那它为什么会漏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 冷冻油 冷冻油 没有保养 没有保养 因为冷冻油 它压缩剂它也需要润滑 它有冷冻油 那冷冻油如果你长时间 没有保养的话 它就会酸化 会造成铝合金的腐蚀 锈蚀 那穿孔之后 它就会开始漏 所以其实冷气系统 是需要保养的 那你刚刚讲到冷冻油 对 冷冻油 冷冻油要换 对 冷冻油要检查 大家平常有做吗 对 应该大家都没有这个 那以前车上冷气系统 其实比较单纯 因为它就结构很单纯 那现在因为越来越多功能 比如说恒温 然后又有什么几区的 对 单区双区 对 这些空调的一个系统 所以其实冷气系统 包括压缩剂 它也结构越来越复杂 所以以前不重视了 这个冷冻油的更换 现在要特别越来越重视 那什么叫冷冻油 冷冻油其实就跟引擎机油一样 压缩剂在运转 其实它也是需要润滑油 这种润滑油就叫冷冻油 所以我们现在带来的这五罐 对 这就是冷冻油 那我特别把它带过来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 清澈如水 清澈的透明的 这是全新的冷冻油 它是长这样 对 它是长这样 然后是用了两年三年四年 五年的冷冻油 所以这款润滑油 就是用到五年的冷冻油 对 五年的冷冻油 这个如果继续用 它会造成什么问题 很多问题 因为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它会叠化酸化之外 它也因为压缩 它也会造成压缩机重拖 还是引擎加速无力 跟耗油的问题 因为你压缩机 润滑不够 它在运转的时候 变得被费力 对不对 对 变费力的情况之下 它车子自然就会变得比较耗油 对 那冷冻油 要怎么更换呢 其实现在很多修车厂 修配厂包括原厂 推出的冷气件子 或者是坊间的修配厂 其实他们都有推出相关的服务 那现在很简单 他们现在用了一种机器 叫冷冻循环机 它就是可以在尽可能不拆卸 这些冷气管路的情况之下 把冷气管路里面的冷煤 冷冻油还有一些杂质洗出来 然后再用机器 用定量充填的方式 把冷煤跟冷冻油填充回冷气 例如说我现在车子开了 三年 应该差不多是中间这一罐 对的状态 对对不对 那它可以运用你刚刚说的机器或技术 把它里面的杂质洗出来之后 让它变第一罐或第二罐这样吗 对对对 洗出来之后它里面就都没有油 然后它就会填新的油进去 然后再加新的进去 对就跟我们引擎换机油的意思是一样 了解 所以这种观念其实要慢慢普及 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 那我大概开几年 一定要做这件事 如果你今天在台北市区走走停停的话 我会建议三年就要洗一次 对那如果你今天业务用车 经常就是高速公路这样跑的话 这温度都很比较低的工作环境 大概可能就是三年五年六年都没有 就你没有一天到晚都在那种怠速 或者是塞车状态的情况之下 实现可以稍微拉长 一点点带一定要做 对好再来看到的是车子的散热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冷的散热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车子的散热 因为炎热的天气其实人怕热 车子也很怕热 对那车子如果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的冷却系统 就是我们讲的散热系统 都有冷却水的话 通常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最怕就是你的冷却水不够 那自然蒸发的冷却水 其实量不会很多 通常是因为你的冷 散热系统里面有漏洞 有漏水 它才会导致这个冷却水不够 对那冷却水漏水 大概会有几个地方跟原因 就是我们先来讲这个水箱好了 好 这水箱 这个是某一个 现在这个也是要更换下来的 对状态不是正常的 对这是已经换下来的太平 那水箱会漏通常就是 第一个就是这个本体的部分 有可能因为你没有加冷却液 有水垢 水垢会其实会腐蚀这个铝合金的 这个本体它就会产生穿孔 一样会漏水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上座 这个上座是塑胶的 那本体是铝合金 对不对 其实这两者之间 里面有一个密封圈 橡胶的密封圈 密封圈用久之后 大概在十五万公里 它就会开始失效 好那如果说 十五万公里还蛮久的 蛮久的对 那开始失效之后 它就会水会从这边开始漏出来 渗出来 所以老车会遇到这个问题 老车会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台车 也曾经是因为上面这个垫圈漏水 我自己不知道 是我去保养的时候 师傅检查 为什么你的冷却水沙那么多 然后它侧漏 才发现水从这边出来 所以这个特别要注意 可能是那个项圈 对这个项圈 这是这个水箱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就是水管的部分 水管 那我要问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主体 是 为什么我觉得这边的颜色 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终于姐你看到一个重点了 其实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会不一样 是因为它变直了 在这个地方变直啊 对 因为其实 其实它 这个本身水箱 它会经由冷热冷热 不断的交替 那在塑膠的东西 其实它最怕就是冷热交替 久了之后它就会脆化 它会脆化 然后它就会产生这个颜色 尤其现在涡轮车越来越多 它工作温度比一般过传统的 自然进气的 这个引擎的温度还要高 对 那接下来我要讲 就是比较容易漏水 是这个水管的部分 这是一条热水管 那水管其实通常正常来讲 它大概二十万公里之内 都不太会有问题 比较会有问题的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头它也是塑胶的 你们看这头是塑胶 这塑胶也会跟那个上水 那个水箱上座一样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它一样会脆化 脆化有可能它会出现裂痕 水就会从里面 由外溢出来 漏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也是一样做提早做 预防性的更快 预防检查 然后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节温器 就是我们俗称的水龟 我们中南部都把它称作水龟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开关 它什么开关 它是负责把引擎里面的热水 可以把它导引到这个水箱 做散热的 那它会坏 它如果坏掉 如果运气不好 卡在一个关起来的一个状态 你就会发现你引擎里面的热水 没有办法跑到水箱 那你引擎内部的温度 就会一直高起来 因为水箱没有作用 它没有办法帮忙散热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很多车子引擎缩缸 也是因为水龟的关系 就是这个小东西就造成了 对对对 它是会坏的 会缩缸 那因为这样 大家都怕抓温度 对不对 抓温度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平常都没有在注意 有些老车的车友们 他们会分享说 不然你就去装一个水温表吗 对水温表 那是有用的做法吗 其实我自己车上也装 其实因为现在 就是说车子上面 它都有一个OBD2的诊断接头 那我自己习惯是 我会去买一个OBD2的水温表 其实它装很简单 DIY 它就这个插头 就是我们回原厂 在插诊断电脑用的一个插头 那你就是可以 它的位置就在我们的方向盘下面 大家找一下 还蛮大颗的 那你就买这个水温表 OBD2水温表 只要你会来自己插 它就可以显示你引擎的水温 而且很重要一点都是 它会提早预警 比如说我今天设定95度 它水温到了95度 它就会逼逼较 那我们是不是在水温 还没有过热情况之下 因为刚刚您有提醒说 有些情况真的就是 你可能都是十几万公里 之后它突然就出现 所以你可能车子用的比较久了 那你平常没有在注意水温的朋友 也蛮多的 对 很多人不看水温表 干脆自己装一个监测表的概念 对 主动提醒你 哦 了解 所以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对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冷气给人的散热 车子的散热 你都要顾到 谢谢葛兰特 那如有一上车的时候 老爹 我马上把暖气开到最大 大家做法都是这样 希望它快速降温 对 然后呢 我希望那个温度赶快急速降下来 但有没有一些做法 它可能会伤到 你的车上的冷气啊 或者是错误的做法 有 但是我这个 这个讲这个钱 我先稍微补充一下 我那天PIVIA不是做拖车吗 是 被拖车拖出去 对 为什么 其实就是水箱问题 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那 因为我就是在 其实在前一天 其实他已经给我预警了 你知道吗 我不是脚受伤 所以我去看那个烫伤的那个诊所 结果车停好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那个 那个车底下已经有开始漏一些液体 那我一看 这不是水 那我就趴下去看那个位置接近水箱 我想说 是不是水箱出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到了 我就先熄火先去看 结果我后来就忘了这件事 你知道吗 看完病之后我就直接回家 结果隔天呢 我还是又去看 因为他每天都要换药 然后结果呢 结果看完之后 结果水箱就 嘣 就 就没水了 所以我要离开的时候 刚好 因为还好塞车 我要上高价钱的 他那个整个引擎就 整个shut down 他就不让我开 就后来 反正就坐了拖车 就拖到保养场 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 他跟我讲说 你的水箱破了 被石头砸到 比较大颗的石头砸到 那个叫什么 那个水箱巾就一直漏 漏到没了 所以我那时候开车的时候 奇怪怎么水温越来越高 然后最后就 时速只剩下10 他就不让我开 因为他怕 里面已经没水 没有散热 所以我想讲就是说 其实你开车的时候 假设你没有 就是你没有去装 比如说 葛兰特讲的OBD2 其实你要常常注意水温表 他只要一上去 超过一半 他就是 C跟H C跟H的中间 你如果是超过一半 基本上还一直上去 大概你就要赶快停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还有大家记性要好一点 不要已经发现问题了 就忘记了 老爹 最近状况题比较多 对 所以这个大家先看水温表 因为这个跟你的引擎温度 绝对有关系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 其实开冷气 我现在 其实我常年是有一个习惯 很多人说你下车 就是熄火前 把这个空调 整个关掉 这样你发动的时候 才不会造成引擎的负担 其实我觉得这个岛不必 因为其实他在这个 跟压缩机的结合中间 其实有个离合器 你发动的瞬间 他是会 就是他是会脱离的 就是说他不会造成引擎的负担 所以这还好 但是我会养成一个习惯是 我下车前我会先把AC关掉 那冷气因为就是 风量我还是打开的 那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像比如说 最近天气热 我一上车 然后就是一上车 当你发动的时候 第一个就先不要吹冷气 但是有送风 送风是要让车内的温度 可以循序渐进的降下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会把四个窗户都打开 让车内的 循环先开始 车内的温度先跟外面一样 因为压缩机 你看里面这么热 压缩机其实在前 初期的负担 它是最大的 因为它一直灌 灌那个冷气给你嘛 所以我会先把这一段 先把它先做这个动作 然后等里面的温 车内温度跟外面几乎差不多了 这时候我就把窗户关起来 然后开始开冷气 我会 我是会做这个动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那个叫出风口的调整 有些人当然会觉得说 我先吹自己 这样量的比较快嘛 但是我会讲 因为通常出风口 一定会有四个到五个 一个吹自己 其他的就是吹上面 吹中间 吹下面 这个就是让它的整个车内的空气的循环 就是速度啦 也是平均会稍微再降的快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叫什么 那个车内循环的部分 我建议大家很常就是会把车内循环打开 不要让外面的空气进来 但是通常你如果是长途行驶 因为二氧化碳会越来越多 你会觉得开车的时候有点疲劳 想睡觉 这个部分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稍微打开或关掉 把这个车内循环 就是交替在作用我觉得会比较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像我自己是我也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空调的滤网 就很像你家里冷气 你有时候你觉得吹一吹不冷了 那就是滤网堆积太多的灰尘或者是脏东西 我就把它拿下来洗一洗嘛 车用其实也可以 但是因为其实那个空调 空气滤网不是很贵 其实网路上买大概八九百 而且还有什么PM2.5 老实说而且那个DIY都有 就最好定期更换 对我觉得定期更换 我觉得对你的这个压缩机 然后空气那个冷气品质会比较好 如果有养宠物的话 对 一定要换 就是狗狗或者是猫上面的细毛 真的 它久了都会在你车上 就是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那等一下来看 也是你每天都会接触到的 你车上怎么选隔热纸 刚好小七最近车上也要换新的 来告诉我们如何的选购 是最聪明最有效的方法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夏日炎热高温的天气用车的很多学问 那隔热纸的选择绝对是很有学问的 小七今天带来了他最近的代步车 是Pazoo 3008 那这一台车呢 今天为了要跟大家分享他如何选择隔热纸 呈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状态 我跟你讲我今天通告费都拿去贴隔热纸 但是我只贴了两片 两片 我只贴两片 因为通告费只够贴两片 哎呦不要叫嘛 所以我们现在颤的这一侧 看到就是原厂出厂的状态 对 对不对 前后感觉玻璃颜色不太一样 前面的这一片就是没有贴吗 这个是原厂的轻玻璃 对 当然有一点点隔热效果 但是是就是透明的 然后后面是原厂本来就给你染色玻璃 对 后面本来就是染色的玻璃 但原厂这也没有贴隔热纸 然后他们的这种防热或隔绝效果已经应该就有差异了 对有差异 所以我今天为了让大家了解 特别从美国买来一台机器 你看这美国 这真的是美国制的 美国制的测试机器 那以前我们用隔热纸测试的机器 都是这个波段比较少一点 那这一台测 这一台测很多 为什么比较贵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图形 就知道 我们测的东西主要几个 第一个是UV 就紫外线 那再来就是可视光蓝色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红外线的部分 那一般的仪器测试的波段只有这中间一点点而已 但这一台可以测的波段比较多 所以就代表你测出来的结果呢 跟实际上的状况会比较接近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么多红外线波段 它显示出来的数字 因为红外线的话 它其实主要会对人体和内装造成伤害 它可能也会伤到你测试内装 然后特别是除了红外线之后还有紫外线 我们现场就有个受害者 对 就紫外线你看不到它 但是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伤害 全国皆知老爹受伤了 对 现在大家看到我就说 UV老爹 我一新的绰号就UV老爹 你的脚现在OK吗 现在就是接近脱皮 就是正在复原中 快好了快好了 谢谢 所以大家一定要能够好好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紫外线的隔绝 红外线 然后在车上 该要选的对的隔绝值也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测测看 我觉得为什么这台车这么特别呢 贴了 只贴两块呢 我们先来测原厂没有贴的时候 好 我们的数值 我们先来测的是UV 还有这个可视光和太阳光的数值 来 我们看一下 跑一下数字 好 我们现在看出来了 UV它可以进去的是24% 那我们来看后面 它用了染色玻璃 它应该也是有隔绝的效果 对 很明显 对 5 17 15 跟刚刚对比很明显 所以有差了 有差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切换一下 就是要测红外线 12 12 13 所以原厂的隔绝效果其实已经不错了 还不错 更波段 对不对 这个数字算可以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原厂的轻玻璃 它的红外线的隔绝效果怎么样 让它跑一下 16 17 15 多很多 特别是下面 这个 Damage White 这个就是破 它对你的破坏能力 你看五十几% 那所以 这台车开回家之后 你一定在双前坐 都会再去加贴隔热纸 一定要 对吧 特别是后面 后面 如果可以贴 也要贴 也要贴 好 那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侧 小七刚刚说的嘛 上节目之前 它已经去贴了隔热纸了 你怎么选择呢 我昨天才去贴你知道吗 因为我这一次我觉得我要胜选 我特别选了两块 我综艺的 最后参加决赛的 我把它这里贴一块 你现在这片玻璃是贴了两个品牌的 对贴了两个 然后两种隔热纸 对两种隔热纸 中间这里有一条线 大家看得到吗 隐隐约约有一条线 好 那我们来测一下 小七最后会选择哪一块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起来暗度差不多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先来测 一样先来测上面的好了 UV测一下 UV后面这一块呢 你看到 我现在看到第一个数字是零吗 UV可进光是零 所以这一块隔热纸 是完全隔绝 完全隔绝的 那再来的话是 可视光的话 它可以透过 从外面透进去是10% 所以隐秘性的效果非常高 但的确它就是比较黑 对 比较黑 但是从里面看可能不一样 对 但是这是测外面 那再来的话 这个是太阳光 17% 只能进17% 所以也比较不晒 但这样有贴没贴 隔热纸已经有差了 差很多 那我们再来看前面这一块 看起来从外面看差不多 这数字更低 对 更低 都是个位数 都个位数 对 指外线也是完全隔绝 然后你刚刚讲的太阳光只剩3 只剩3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红外线 红外线 刚刚在没有贴的情况之下 红外线有到40几 005啊 对 后面的破坏率只剩5% 这个数字很漂亮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慎选 然后选的时候 可以用仪器稍微测一下 我们今天对面刚好有一台 是梅大哥带来的车 梅大哥 你这一台的隔热纸 我们可以实测一下吗 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知道 它已经用了多久 10年 10年喔 10年没有换 这个数字测出来会不会 测一下测一下 不怎么好 不会啦 有一些以前的制程 搞不好稍微好一点 但我这样看啊 因为它已经可以当镜子了 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很多 金属成分在里面 对 这金属成分比较高 你看它的UV隔绝率是0 还是很不错 还是很不错嘛 对 虽然比刚刚那个新的 好的那个稍微低一点 但是其实隔绝的效率 也是很不错的 这个数字其实有点像新的感觉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的隔绝是很流行 金属的 但是呢 因为现在是3C时代 所以你看梅大哥的老车 与时俱进喔 多了一个天线在外面 这是GPS要定位用的 对 因为它这个 如果你把这里都贴金属的话 很容易讯号遮蔽啦 用手机的时候 或是导航的时候 都会受干扰 甚至有些就是说 ETC什么也会受影响 对 就会受影响 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 就是非金属的隔热纸 因为大家的手机讯号会比较畅通一些 那当然你要用金属的也OK啦 那金属的话可能隔绝效果 它比较容易做得好 对 那我们看到了 车子上面你要保养的 要保护的很多 烤漆绝对也是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前一阵子 其实在大陆引起很大的话题性 因为这一台劳斯莱斯上面 被老妈妈晒鱼竿 大家就在讨论说 请问这会伤到烤漆吗 我也想知道答案 那我们来举一下圈插牌好了 答案们的看法是 插圈 圈 圈插 两票两票 看法果然很迥异 我们先来问问觉得不会伤烤漆 都是梅大哥跟小七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伤烤漆 所以其实他这样晒 不见得会伤到烤漆层 通常烤漆层会伤到 你必须要用强酸强碱 那这个雨基本上没有到 强酸强碱的地步 可是不建议这样做是因为说 多多少少这个车子 他可能表面也会有打蜡 甚至镀膜 他车体表面 事实上是有化学品在上面 那你把要吃的东西晒在上面 其实不健康 可能会伤到人 不会伤到车的烤漆 小七你也想看法是这样吗 这个不会伤烤漆 会伤心 会伤谁的心 会伤别人的心 不会伤车主的心 因为车主就很大气 我买车就是要这样用 对不对 所以我就给他晒 我妈妈这样没关系 没关系 但实际上反过来讲 会不会伤烤漆 我觉得有限 我觉得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太顾车了 真的车子没有那么脆弱 没那么娇贵 大部分都是美容业者跟你讲说会伤烤漆 所以你要来用我们的镀膜什么 其实烤漆哪有那么脆弱 弱到晒两片咸鱼就会受伤害 但你假如说只有业者会跟你这样讲 你变得长长的 可能会伤烤漆 可能会伤烤漆 可能会什么 对我觉得他会伤烤漆是因为咸鱼大部分都有腌制过 那其实盐分 盐分是不是 对我觉得盐分对于漆面的伤害 尤其在大太阳底下 我觉得他的化学反应会更加激烈 那久了之后有可能 他停留时间久了之后 我觉得有可能会对漆面造成氧化 因为其实晒大概就几个小时吧 我在想 一个鱼竿如果真的要晒 鱼竿也要好几天 是哦 就这个如果晒好几天怕那个盐分 对怕盐分 老爹你控制也是这个点吗 我对我也是其实跟七哥一样 就是讲应该是伤心比较多了 就是因为毕竟对 不一定是说劳斯莱斯 就是说一般的 我觉得百万的车对我来讲 如果有这个动作 我的我的爱车引擎盖上面有任何东西 基本上第一个我先伤心 第二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或许不会伤烤漆的表面 但是他应该因为长时间 而且有高温应该会可能有残留一些东西 会在我的引擎盖上 你说怕那个硬子 硬子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附着或者是黏 再黏一些东西在上面 对我来讲我就不开心了 所以我觉得伤心 对伤心比较多 果然是伤心 那如果就是不想伤心 我就是要把我车子的口气顾得好 我们现在很常做的就是什么 贴膜 镀膜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镀膜的学问 因为即使老车十年亮度都可以维持 靠镀膜可以扳道 稍微来 我们今天讲保养车子 你是不是都希望自己的车 无论开几年 看起来都是漂漂亮亮干干净净 你的烤漆状况怎么顾 可以亮丽如新呢 梅大哥带来自己的车 已经二十八岁 可是观众朋友 你看一下他的漆面状况 梅大哥 是 还是不亮不亮的 你怎么顾呢 主要是这样 就是大概在十年前 我曾经考过漆 那考漆之后 其实平常很忙 你也没时间去打蜡 我的车基本上 我没有时间帮他打蜡 那但是洗车我会自己洗 但是洗车也没办法天天洗 就是有空的时候洗 那因为后来基本上 市面上开始出现 有所谓的镀膜 也有所谓的贴膜 那贴膜我本身 我比较不喜欢是因为说 它金属可以散热 那你再贴块东西上去 当然防撞效果会有 可是散热可能会不理想 那加上车子又是黑色的 它已经很吸热了 所以我就选择镀膜 镀膜 对 那镀膜也不是说很经常镀 其实镀膜本身 就我个人的认知 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等级 有的可能只能撑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有些可以DIY 对 那有的可能可以撑个 三四个月之类的 那当时我第一次镀的时候 其实是选择比较好的 它可以撑到甚至于一年左右 你第一次镀膜是什么时候 十年前 就十年前 就是你上次就整理一下 你的漆面 然后就顺便把它镀膜之后 对 可以动它顾 对 那第一次就选择最好的方式 就当下那个时候 可能是最好的等级吧 那接下来呢 我也没有每年都有时间去处理 因为对我来讲 我自己洗车嘛 所以我大概看车的状况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也没有到说完全没光泽之后才去补 因为其实 有没有光泽这个东西 在镀膜之后 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都会逐渐的衰退 只是说 你能撑多久 那你第一次镀膜到第二次镀膜中间隔多久 两年 两年 对 然后到后面呢 我就几乎差不多就是两年左右 才会找一个时间再弄一次 那这样的话 你的车到现在为止应该也镀膜五次左右 四五次 差不多 对不对 中间不能说每次都是镀啦 有一些只是做一些小加强 那最近一次是十天前 十天前 就是我们录影之前的十天 来喔来喔 难怪我们今天看到大亮亮的 但是你看 因为为了节目要拍摄 刚好有这个议题 我就跟制作单位讲 我说那这十天我就不洗车了 你没有洗车 这十天 但最近下雨 对有下雨有好天 对 北部这边都有西北雨 对 所以就是正常的用车的情况 哦 来我们看一下 十天不洗车 但其实我们今天 其实他这个 每个人看到都觉得 会有东西 对 可是比我们平常 一般车子遇到下雨天 十天不洗 我觉得你的状况是好比较多 对 我说我没洗车 其实不见得有人会觉得说 你这个有头水 我检查一下 有有有 像这个对 这下雨都有留下痕迹 有留下一些痕迹 基本上他在上面的部分 可能看不太出来 下面这里 会有一些喷溅的痕迹 对 那你轮胎打上来的 出来这个没有洗 对 打上来的时候 这些泥水都会会有 所以你很满意在镀膜之后 即使你没有经常清 经常有时间清洗车子 是 它都可以保持一个 比较舒服的状态 其实镀膜 对我来讲 它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比较不沾黏 就是说你事实上甚至于说 假设你刚好下大雨 然后你在高速公路上 刚好有走长途的时间的话 它那个雨水足以做很高效的清洁 那不沾黏是镀膜 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好处 对 那当然它能够维持亮度 因为其实打蜡其实很花时间 对 那我又不习惯说去找人家洗车 我都自己去自主洗车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是这样 我不一定是车库车 对 或者我经常性就是要停在外面 我们不是常讨论吗 例如说有一些鸟粪 或者是什么 蟲狮 它对你的车子的烤漆 其实影响都很大 你动膜之后 这些伤害可以降低吗 原则上我个人的建议 有些树它会有一些东西掉下 织液或什么 或者是鸟粪之类的 当你看到那个东西 你如果车上有湿纸巾 你就是下车的时候 水手擦 用湿纸巾把它擦掉 因为它在上面干掉以后 不会伤到你的漆 可是它多少会留下一个印子 了解 你拖时间越久 你就变成可能就是要稍微打磨才可以 但是因为你做了镀膜 其实就不适合随便去打磨它 你打磨就等于把镀膜的东西弄掉 对 那所以就是最好即刻做清洁 发现的时候就擦掉 对 那这样子基本上是它可以维持很久 那今天帮梅大哥施做 然后同时就是在这个领域也比较专精 是我们请到了汽车美容保养达人 Bruce 那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下面大哥 好 我们来看一下镀膜 方间产品好多 而且这几年大家都觉得推陈出新 我们刚刚不是有说了吗 你也可以DIY 就是所谓的水镀膜 那产品差异在哪里呢 Bruce 其实有时候我们最直观来看 有没有镀膜 现场我带来这块板件 是 它可以很简单的帮我们演示一下说 到底镀膜是什么 然后没镀膜是怎么样 那打磨又是怎么样 那其实你看 中仪你看 我们现在看起来 其实你看得出来 哪边是打磨 哪边是镀膜 哪边是我其实什么事也没做 我觉得中间这一片感觉比较 你知道没有那么漂亮 它比较又黑又黑这样 比较没有那个光泽度 对 差别应该 我觉得肉眼是看得出来的 肉眼是看得出来的 那你的眼睛非常厉害 我自己看 我觉得这一片最亮 状况最好 OK 这块是打磨 它打磨而已 它就是最传统的方式 去保护车骑的方法 就是上蠟 那中间这块感觉 比较暗断无光的呢 其实它就是什么 事情也没做 那在比较靠近你那边的那一块呢 它是有上了coating的 这个有镀膜 对 哦 那我们用一个最直观的方法来看它 就是好 我现在用烧杯 然后我装了水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是腊面 嗯 那这个是什么都没做 原始面 对 其实它洗得很干净的情况下 它也是会 水会流干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 它的这个水流速度不是这么快 比较慢 嗯 那像这个有coating的呢 它好快哦 对 就是完全不沾黏的 对 你看啊 它就是一颗一颗的水滴 有没有 可是它很快就带掉 目前它残留有比较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 对 反而是打到 我觉得啊 我肉眼看 我觉得它最亮的 它残留比较多 嗯 中间什么都没做 对 这里比较快 那我们刚刚说到说 现在有很多种 DIY的维护方式啊 就是我们可能在家里 也可以坐 去蜘蛛洗车 嗯 那我说好 我觉得这个coating很麻烦 矿日费时嘛 它可能要半个工作天 一个工作天 而且我要去找专门的店家 帮我吃做 打蜡呢 哇 像这种天气这么热 汗如雨下 天啊 你要叫我花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我实在是没那个时间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选择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 市售有很多种类似水度膜的东西 一块布加一罐 东西就好了 这是一块拧干的湿布 对 然后我就把它 放在我要处理的面 我就把它这样 带一带 然后就好了 再来就是 如果我们在DIY洗车 你说我没有布怎么办 其实有办法 就是我就直接洗完车嘛 那我们外面那种洗车 都会有那种高压水枪 我们这个很像那个 很像那个高压水枪 对 我们来看看 你看 你看它的效果完全不逊色 就你刚刚这么 所以重点一定在于你刚刚拿的那一罐 水度膜 其实坊间有很多很多产品可以选择 有差别吗 当然有当然有 各家厂牌都稍微不太一样 那只是说可能你要胜选 因为有一些他可能 像我刚刚在聊天的过程中 那个小七哥说 他有一个水度膜 七哥 你那个水度膜可以维持多久 我很多厂商送我 其实程度不一 最差的我看是一天 一天 一个礼拜的也有 反正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效果 但是 你是看泼水程度 就大概知道他还有没有效 对 真的看泼水程度就知道 其实看泼水 真的是一个最直观 最最快速的方法 可以看 好 那我们来看 现在给了一点点干燥时间 我们来看看他 各方面的流速怎么样 你会发现很好玩 水度膜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它除了泼水以外 它会是整面收水的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像刚刚我们讲到 有鸟粪 然后还有雨天 甚至度膜很多人诟病的 就是说它会产生这个水痕水斑 那这个大概在所有的 coating的厂牌 无论是欧美的日系的 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它是整面滑落 你看我残留的水珠是最少的 现在烈日当下 它就不容易会有这个水斑形成了 而且因为它是短效的这个剥水程 所以你可能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之后 它没有了失效了 我重新再做一遍就好了 而且又很快 所以水度膜可以维持多久 正常的水度膜应该可以维持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四周 是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data 那如果它是很快就没有 像那种 像希哥刚刚说的 有些他用过了 可能只有维持一两天 那里面的成分是 应该是水蜡吧 就是跟我们去加油站洗车 加五十块 然后就有一个水蜡 应该是比较类似那个东西 因为水蜡也可以说是水度膜的一种 没错没错 医生来说是啦 水蜡也是水度膜的一种 是啊是啊是啊 它就是有水 然后我就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嘛 所以它广 而且上去之后也是亮亮的 对对对 所以广义来讲 它也是一个水度膜 OK 所以今天通过了Bruce的实作 然后你看啊 我自己叫肉眼判断 有时候你都看不出来说 原来有上coating 跟原来只是打蜡 对 你喜欢哪一种 还有它能带给你的保护 其实不一样 是完全不同 对不对 因为有上镀膜的 它还是会保护的更好一点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每个月都可以处理 是我的车子 那我打蜡 然后还是我可以DIY洗车 然后我一个月洗一次车 我就去水镀膜 哎呀我很忙 我平常只要去撸那个洗车隧道 那你可以做镀膜 然后你一整年只要洗车就好了 我不要去水镀膜了 一定要什么大小美容保养 对对对对 就是我不要打蜡了 我也不要水镀膜了 我就做完之后 我这一整年就是 哎我很忙 我十分钟洗个车 我要结束了 看你的时间成本 对不对 你愿意花多少时间 然后你有适合的族群 用自己选择的方法 其实都是好的 只是适用族群不同 没错 成本不同 当然了 谢谢布鲁斯 谢谢 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 是车上的配备 有朋友说 为什么只有下小雨 我的自动雨刷一直狂刷 是发生什么情况 刷回来 现在车子的配备 都是越来越科技化了 那接下来看到的 这个状况题呢 我们就要请特斯拉的车主 老爹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因为他就反映说 为什么外面的雨势 也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这个自动雨刷的速度 他觉得太怪异了 这个其实我的车也会这样子 其实那个 而且频率蛮高的 就是应该这样讲 因为它的雨刷 它也一样有 就是一段两段三段四段 然后跟自动 自动的情况下 因为通常你就是想说 自动就是雨势大刷快一点 小雨势小就刷慢一点 逻辑应该是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它的 这方面的敏感度 确实不是很好 就是说它跟你预期的 其实是不一样 比如说外面可能雨没有很大 但它就 就毛起来刷 那有时候很大的话 它也刷的速度就正常 那你就会觉得说 奇怪 应该要再快一点 就是说当 它的刷的速度 跟你预期不一样 你就觉得说 它就不准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它的 感觉有一点关系 所以到后来变成是 我就不用自动了 我就是 当然就是稍微麻烦一点 就是我需要快一点 我就按下去 然后比如说一段变两段 甚至调到三段 那我觉得它太快 我就在手动再把它调和一段 因为特斯拉是用一种视觉雷达 对不对 这个是设计的关系 因为特斯拉应该是用镜头辨识 那你看这是晚上 所以镜头辨识可能有盲点 那一般车厂它用的是面积计算 就是这个单位面积里面 有几滴雨滴近 对 要不然就是早期的话是用声音 就搭搭搭搭算那个声音的频率 所以它有可能是夜晚能见度不好 它就觉得 我应该要稍快一点 我觉得就是它感应 G8皇机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调校出来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照进的这种个性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游门 地床经线员邀您一起上线